近日,著名音乐家谷建芬迎来自己的88岁生日 众多明星前来送上祝福 在谷建芬的生日宴会上一片星光异议,热闹非凡 谷建芬作为兽性坐在桌前 面前摆放着一个兽陶蛋糕 他头戴金色皇冠 笑容慈祥 他的弟子和好友们轮番上阵 给他庆生,不但让他张嘴给他喂蛋糕 而且还坐在一起拍了一张合照 合照上面轻生的弟子们站在谷建芬身后 苏红和董文华两位女歌手一左一右坐在他旁边 谷建芬稳坐C位 笑得乐开花,看起来宛如一大家子一般 而且在这次生日会上 谷建芬曾经的弟子董文华更是罕见出镜了 这次出镜的他看起来气色良好 身穿一件卡其色的马甲搭配白色衬衫 头发留成干脆利落的短发造型 眼神明亮,十分神采奕奕 耳边还挂着简约的耳坠饰品 董文华曾经是中国著名歌手 春天的故事等众多经典歌曲传唱者 千禧年间他曾经受到案件牵连和波及 坊间传出不少针对他的谣言 导致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公众面前露面 黯然神伤,还一度出现抑郁等症状 好在随着时间的流逝 谣言的破灭,古建芬也于2019年高调复出 现在的他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 女歌手苏红自从年纪大了之后 也很少推出新的作品 但是平常一旦有时间的时候 他还是会尽己所能地将古建芬的一波传承下去 他也继承了古建芬乐于助人的失德与精神 在2021年他还曾经来到了天津卫视一档节目的舞台上 帮自己的同门师弟汪正正扎肠子 当时汪正正和苏红师姐师弟相见分外开心 汪正正还在节目中表示 自己始终遵循着恩师古建芬的教诲 培养出这些好徒弟 对于古建芬来说也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 平常他身居简出 极少出现在舞台之上 但是还有众多人在怀念他 并且通过众种方式致敬他曾经的经典 在2023年3月份 北京卫视怀疑古建芬的名义 召开了一档音乐会节目 名为古建芬音乐会 在音乐会上还集齐了纳英 周深 毛阿民等众多实力派歌手 他们或多或少都曾经承蒙古建芬的恩惠 所以也愿意来演唱这些歌曲 让40年前的歌曲注入新的演绎 重新焕发精彩 值得一提的是 不少人因为毛阿民 耐英没有现身古建芬的庆生会 怀疑他们不顾施恩或者跟老师友不合 这其实是无稽之谈 因为3月份毛阿民还参加了古建芬音乐会 如果他对古建芬没有感恩之情 必然不会去参加这场音乐会 继续蹭老师的热度 而他真正缺席庆生会的原因 仅仅是档期太满 没有时间 不得不说 古建芬是一个好命的音乐家 他自己前半生兢兢业业教书育人 逃离满天下 培养出众多杰出的音乐家 而如今的他不但身体健康 在生日会上也有众多明星的助兴 更是为他感到无比的欣慰 也希望古建芬能够长命百岁 福如东海